停過戰爭 停過大火 停過各種天災人禍的法國羅浮宮 面對武漢肺炎來襲 也不得不大門申鎖 我想去看莫納莉莎的畫面 但幸好是閉嘴 武漢肺炎在全球爆發疫情 羅浮宮身為全世界最大最知名的 藝術博物館 每天迎來平均四萬個國際遊客 如果其中有一個人有肺炎 後果不堪設想 因此羅浮宮為了自己工作人員 也為了遊客的健康 星期天休館一天商討對策 現在法國確診人數已經達到 一百三十人政府下令 即日起所有五千人以上集會 全部禁止舉行 而在已經有至少三十五確診的英國 吃了誠實豆沙包的強森 醫藥設下倫敦一間篩檢病毒實驗室 並且強調英國人民對國家要有信心 但同時英國公衛專家也預測到最後 英國百分之十的人口 也就是將近六百八十萬人 恐怕都將因武漢肺炎而入院 同一時間在德國 柏林影展華麗落幕 但這個一直hold到最後的德國首都 現在也出現確診病例 如今德國十六個邦漢直轄市 已經有十區淪陷 目前累計一百三十例確診 意大利成為超級疫區 可能是因為意大利城市普拉托 有大量中國溫州人 他們疑似趕在溫州封城之前逃到普拉托 但病毒也跟著上了飛機 歐洲如今已經有二十九個國家 出現武漢肺炎 確診人數超過一千五百人 要終結肺炎疫情 現在看起來越來越不容易 三里新聞王顯瑜報導